比較長 比較細的針 你這樣凹它 它是會有彈性的針 最好用 你用那個很粗的 它太硬了 在拼布裡面呢 那個什麼貼布縫 因為為什麼會教你們貼布縫 現在實在太流行貼布縫 你反而不會拼接都沒關係 你會貼布縫 像這個就是機器的 像你如果說你今天你學會貼布縫 你就是可以設計非常多的東西 那你就從最簡單 那你看針線這個都有 我們就是這樣拿著 你看像這個部分 我就是要把這一道整個縫起來 這個是不是會被疊到的 這個都會被疊到的 全部都不用縫 但是你看我是這樣子 針可以隨時挪動 但是不要那個不見了 你看我的手 手是先把這個布 隨便哪一個方向 靠近你要下針的地方 先把它往後拗 你看我的針 我都是靠我的針跟我的指甲 你知道我指甲應該要剪了 我為了要示範 我說我這兩天都不能剪掉 我很痛苦 然後你看這樣把它凹進來 甚至你可以用手 你說老師我真的用不來 好第一針 幹嘛一直在那邊挑挑不到 多麻煩對不對 就把它凹過來 好有沒有 然後呢 線記得從下面 第一針從下面不要從側面 然後直接把它凹過來 一定要挑到這個上面 然後呢在這個針的正下方 往下針往下縫 再斜一斜的上 再挑到這個 有沒有看到 好有縫幾針 因為等一下貴方要把它 你們有要拍照都可以 然後呢就把它弄下來 沿著我畫的線 對沿著我畫的線 但是記得喔 這個線一定要往裡面 這個線一定不能露出來 你看我這樣有沒有露出來黑色線 沒有 所以喔你們在縫的時候 一道一道這樣過去 你們會發現如果你們看書 有些是白白都露出來 你看我的白白露出來 幾乎沒有嘛對不對 幾乎沒有 所以呢有些人會問我說 老師啊我只有一種線 我可以做貼布縫嗎 你功夫好一種線都可以 你功夫不好你就要很多種線 就所以你只要看你要練功夫 還是要花錢 都可以 但是我是鼓勵你們就一個線啦 所以我配的東西我都是一個線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 你就用家裡的線就好 但是不要拉太緊 對 對